缅甸中文网讯 缅甸商务部消息 维岸木届 清水和集干代理建设缅中经济区 SEZ 缅甸国内的建筑公司们 可以在本月内申请提交竞标记画书国家 将在本月内从中挑选 缅甸商贸部副秘书长吴肯茂 轮程末节 清水和集干代理三个经济区 都会参与招标 对经济区建造工程感兴趣的国内开发商们 都可以来参与投递竞标经济区相关 中方有发来框架协议framework agreement 我们以中方协议作为基础讨论后 把我们的协议书送往中方 近期会有经济区签字仪式 经过两国讨论后 会具体确定三个经济区的地点 即首先规划建造的经济区缅甸商贸部部长 米奈博士称 希望国内企业家们参与到此次缅中经济区项目 当中来缅甸除了建造经济区 接下来 会在特侵边境 吉木节边境 建设两国交易与加工区 Trading down the process 此前国务资阵昂山祖既榜中时 便已签下相关协议 根据此项目国家已成立中央项目组 不久后便会开始实施规划相关事宜 除了迪勒瓦特区外 还有很多特区都有着良好的投资收益 我们希望国内企业家们都能意识到 这一点不涨 还提到缅中山水相邻 贸易往来居多我们开发建设 甘拜迪边境迎来的是商业投资 及增加就业岗位 另外部长城客亲帮资源繁多土地肥沃外